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过了些日子 溪水就干了 《猎王记》上是七章七节 如果我们不知道损失是祝福 失败是成功 空虚是礼物 那么我们所受的信心的教育还不完全 物质的缺乏常常是灵力的建设 以利亚坐在基里西旁 注视那日渐干涸的溪水 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写真 过了些日子 溪水就干了 这是我们昨天的历史 明天的语言 有一天我们总会知道 信靠恩赐和信靠赐恩者 有什么不同 恩赐也许一时好用 可是赐恩者是永久的爱 以利亚在没有到撒勒法之前 基里西对于她是一个难题 等她到了撒勒法之后 她就清楚明白了 神严厉的对付并不是最后的对付 生活中的灾祸 沙漠 眼泪都是一些插入的音乐 并不是最后的精彩 如果以利亚不经过基里西 直接由激烈往撒勒法去 她必定会失去许多帮助她的东西 因为她在基里西过的是信心的生活 在你我的生活中 什么时候属地的泉源干了 属人的方法完了 我们就该知道 我们的希望和帮助 是在乎创造天地的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